今天来给大家挑战一把一口气配五个这个角色 海绵宝宝里面的美人鱼战士和企鹅男孩的选段啊 准备开始 美人鱼战士和企鹅男孩五 新的一集美人鱼战士和企鹅男孩冒险旅程 在熟悉的城镇一个熟悉的餐馆 我们听到充满挫败感的喊声 你能不能快点 这个问题一般会由比基尼海滩半退休的英雄来回答 如果他们就是引起麻烦的人的话 让我想想我要一个 我要一个这个这个 先生您现在可以点餐了吗 大家都等着呢 我可以 那美人鱼战士我要一个蟹黄堡 我可以做出决定了 我要一个蟹黄堡 这小孩要一个蟹黄堡 请等一下我不要儿童汉堡 我不想吃儿童汉堡 我要一个成人吃的蟹黄堡 蟹黄堡对你来说太大了 你永远都吃不完 我说你能不能别把我当做一个小孩子 这小孩真是也很大肚子小 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我不是一个小孩我已经很老了 在头上的老年笨都长出皱纹了 一个儿童汉堡 还有你的尾嘴和高脚椅子 我已经六十八岁了 我要蟹黄堡 你的儿童汉堡已经凉了 要我喂你了 喂你自己吧 我已经厌倦了 总是扮演一个穿着凶肇人的助手 从现在开始我希望被称作企鹅男人 我要离开那些被我保护 但是不知道尊重我的人 我尊重你企鹅男人 是企鹅男孩 是企鹅男孩 算了算了吧 我想说如果你们不给我一个英雄英德的尊重 你们像能尊重一个恶魔一样尊重我 一个邪恶的恶魔 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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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要加入黑暗王国的那一边 我为什么要往飞前把整个唱馆都好照亮 刚才谁在说恶魔 啊我的老天 是没人战胜起了男孩的死对头 是血恶魔和邪恶泡泡 好了 晚安老山羊 晚安 晚安 能不能我打包了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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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